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我们离开贝加盟之前 我们看到路边还有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建筑遗迹 据说原来是祭祀埃及的女神叫做Isis 还有一个叫塞拉比斯 这样一个非常宏伟的神庙 今天我们称她做红色大教堂 也就是圣经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别加摩教会 Isis的老公原来是叫做Osiris 那么亚利三大的部将托勒密 自从当上了埃及的法老以后 因为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文明 托勒密为了要加强希腊与埃及的这种连结 便创造了这个柔和希腊还有埃及两种元素的塞拉比斯神 她希望把它推广出去 那么《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个章节 里面所收录的信件是使徒约翰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一些叮咛 写作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大概96年吧 当时罗马的皇帝是图密善 图密善他非常喜欢埃及的法老 就像埃及法老一样 埃及法老是被老百姓当作神来崇拜的 因此图密善他就规定 罗马帝国的人民必须称呼他为神 Dominus et Deus Nostre Nostre 意思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主以及上帝 那么对于一般群众来说 这根本就无所谓了 反正谁想要戴高帽子 大家就拍拍他的马屁 就是了没什么了不起 一点都不痛不痒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这个事情就大条了 因为上帝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基督耶稣 那么基督徒对于这种凭空自称自己为神的家伙 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到了图密善统治的末期 他就开始强烈的迫害基督徒 你们既然不遵从我 我就压迫你们 那么使徒约翰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期 就被逮捕了 就被放逐到一个叫做巴摩岛的 爱琴海里面的一个岛 那么被拘禁在巴摩岛的时候 使徒约翰就说了 他看到了许多不平常的一种异象 并且将这些他所看到的内容 就一一就把它写成了信件 这寄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那么这七个教会包括以弗所 四美男也就是伊斯米尔 还有别加摩 推亚推特 推亚推辣 还有萨迪 还有菲拉铁菲 就是菲拉德菲 还有劳底加 内容他除了是这些异象 还包括对每个教会的劝勉 还有责备 他说七个教会中最后的得胜者 上帝将来一定会为他们保留荣耀的冠冕 那么使徒约翰的苦心固执 就写了这些信件 我想应该是在当时 对基督徒来讲 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让教友就坚定他们的信念 这后来就变成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章节 然后就传遍了全世界一直到今天 关于别加摩教会的原址 我翻篇了资料 我就是找得到 但是有些教会他们自己组成的旅行团体 他们就相信 这里就是别加摩教会原来的所在地 而我们所看到这种大型的这种红砖建筑 我们可以确定他是罗马皇帝哈德莲 他在西元他们一百多年的时候 为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和塞拉比斯这个神所建造的 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和哈德莲他所盖的这个罗马万神殿 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吧 他们万神殿跟这个红色大教堂具有相同古老的性质 然后要到西元三百九十二年 迪奥多西禁止了所有的异教的信仰以后 这里才被基督徒正式的接收占用了 那么根据基督教的记录 在西元九十二年的时候 使徒约翰呢 曾经任命了一个叫做圣安提帕斯 他作为这个别加摩的第一任的主教 但是呢这个安提帕斯呢 却因为和崇拜塞拉比斯的这个信徒呢 发生了冲突 因此呢就在这个神庙的广场呢 他就被逮捕了 就被硬是塞到一个像公牛一样的香炉里面了 然后用火呢 火火的就把它烧死 他就殉教了 因此呢 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确信 使徒约翰写信的对象 别加摩教会 他原来是不是就在这里 但是圣安提帕斯殉教的地方 以至这个建筑本身和 罗马万神殿 同样都是罗马皇帝哈德莲所建的 那么已经有了差不多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 这是个非常古老的建筑 而且那么的宏伟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停下来 然后进去里面 仔细的去参观 去平调一番了 下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OK 那么接下去 我们的车程呢 将朝向土耳其的西南的沿海前进 那么这一带在西元前呢 是古希腊文化的范围了 因此有很多英文的单字啦 或者是成语啦 或者是故事 都是发生在这一片土地上面的 譬如说 我们曾经在希腊篇第九集 我记得是差不多三分钟的那一个时段 有谈过菲利德菲亚的典故了 也曾经在希腊篇的第三十四集呢 有介绍过 关于这个典时曾经的Midas 就是Midas Touch 还有呢 这个富甲天下的国王 Clorisos Clorisos 那么英文呢 有一个片语呢 就是 As rich as Croisos 那么 还有呢 在土耳其篇的第十三集 我们谈过 弗里吉亚 象征性 象征自由的那个帽子 那么这些故事呢 或典故呢 都相当有趣 我建议您不妨回头 回过头去呢 再看一看 OK 我们的车子呢 现在还要聚集再往前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呢 是要到一个地方 叫做鸟岛 Kusadasi 在Kusadasi的南方 大约40公里的地方啊 古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呢 叫米利都 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 它就位在 就在明德河的河口 那么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呢 大概在科斯帝国入侵 这个地方以前呢 米利都市 阿拉托利亚和威尼斯 贸易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 也被认为是希腊最伟大 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了 后来 这个港口呢 就被明德河 它带来的尼沙呢 所预设了 那城市呢 就因此没落 所以就被废弃了 就慢慢地消失在历史上面 这个米安德河呢 现在叫做Mengalus 它非常特别的是 它的河道呢 弯弯曲曲啊 东绕西绕 那么英文里面 就有一个单字叫做 米安德 就来形容这个 弯弯曲曲的河流 或者是道路了 那么这个典故呢 就是来自于这一条河 另外有一个故事说啊 很久很久以前啊 在安卡拉 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首都了 那个附近呢 有一个很古老的国家 叫弗里基亚 有一天 他们的国王去世了 因为没有继承人啊 哇 因此呢全国呢 就陷入了这个恐慌 弗里基亚人呢 就跑去德尔菲 千里迢迢的 就跑去德尔菲 去请留这个阿波罗的指示 结果呢 神域呢 就告诉大家 大家放心啦 说你们将来的国王呢 很快就会驾着牛车 就会出现了 有一天呢 就有一个乡下的穷错大 他的名字叫做Gordian 那么他 当他正在田里面耕种的时候呢 突然就飞来了一只老鹰 就停到了他的牛车的驾驶上面 然后就怎么赶也赶不走了 那么Gordian呢 没有办法 只好驾着这个牛车 带着这只老鹰呢 到城里面的庙里面 去求神问佛啦 我接下来该拿这只老鹰怎么办啊 结果Gordian呢 在路上又碰到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说 你最好让我跟你一起去 然后确保你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以免你会被人家骗了 现在骗子很多啊 Gordian说 嗯 看起来你是一个又聪明又体贴的女人 你干脆就嫁给我吧 于是他们两个呢 就一起就 就到了佛里吉亚城里面去了 但Gordian和这个 应该 他当时应该都还没有圆房的这个老婆了 就驾着这牛车 才刚刚进到佛里吉亚 哇就没有发现了 没有想到所有的市民一看到了 哇就蜂涌而上 非常高兴的欢呼啊 并且尊称 称呼他为国王 Gordian呢 突然之间 就这样的一瞬间 就得到了一个老婆 又当上了国王 哇他认为 这实在是太好运了 应该就是这辆牛车为他带来的运气 因此呢 他就将这辆牛车呢 就献给宙斯 而且为了要怕别人把这牛车给偷跑了 于是他就打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神捷 把牛车就牢牢的绑在神殿里面 这个神捷呢 这个神捷呢 就被称为这个Gordian神捷 Gordian Nut 后来呢 就有传言说 将来只要有人能够解开这个神捷 哇他就可以统治整个亚洲 结果没有多久呢 亚历山大就来到这里 一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传言呢 他毫不犹豫的就拔出他的箭了 一下子就把这个神捷呢 给砍掉了 所以英文的成语 Cathrin Gordian Nut 就是因此而来的 Gordian就是传说中的 典识曾经的Mydas的国王 就是Mydas Touch 这个国王叫Mydas 他的父亲很有趣吧 这个土耳其这一带呢 真是有非常多的典故的 OK 下一次我们一起来去这边看一看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 对 可爱 感谢观看